春春 老师好 我是潘红 哈喽春春姐 好久不见 我第15年的时候 参加了一个选秀节目 叫燃烧吧少年 然后非常有幸 可以在前面两轮的时候 被春春掌门给选中了 去了她的队伍 无论是从业务 还是从人品 还是从品德上面 我都把它当作是我 学习的一个对象 的榜样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句 她对我说的 你经历的所有风雨 在未来来看 都会是一种长远的馈赠 就会起落泪 让我真的觉得 你在我心里 不只是一个酷酷的春春 更是一个暖暖的春春 我也希望自己 能够像春春老师一样 成为一个散发着阳光 传递着正能量的 这样一位歌手 我觉得她是我的榜样 她的从音乐啊 然后她的审美 加上她一体化的演唱会 都是在国内非常一流的 我也希望 通过我的努力 能向她靠近你 希望春春掌门可以 身体健康 身身体健康 这个是我最真诚的祝福 兄弟 是最坚强的人 是最脆弱的人 是好好荡荡 念念不忘 多情的灵魂 是最坚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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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眼中的星辰 前细雨天枕 明媚如照样出生 云红耳根 你唇上的细吻 和轻描淡写口吻 你唱着谁的心声 这一刻突然失了分寸 你爱过什么人 有多少穿 冰城是不是夜角 年轻起舍 你手晚上的痕 可这故事有多疼 埋伏胸部体温 一寸一寸更正 是最坚强的人 是最脆弱的人 是好好当当 念念不忘 多情的灵魂 无论尽他的人 与无论此的人 不过是只剩 不过是只剩 你爱过什么人 有多少穿 你爱过什么人 冰城是不是夜角 不怕牺牲 你手晚上的痕 可这故事有多疼 多远的旅程 多重的风筝 爱会分不够 爱会分不够深 是最坚强的人 是最脆弱的人 是好好好等等 是好好等等 念念不忘 多情的灵魂 不如尽头的人 予无论此的人 不过是只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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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针和你的晚本 你的青春 不完美的高楼 尽到四随春 是最理智的人 是最敏感的人 是不远不尽 往往往前 渺顺的梦想 波澜不清的人 偷偷流泪的人 不过是只剩 不过是 every świat 不过是只剩 不知道 揍 dominant 謝謝春春 謝謝 接下來咱們來聊聊王牌家族 因為王牌的這個青春的記憶裡面 最重要的那個你 應該就是我們彼此了吧 對 今天節目開始之前 我們發了一張 打分表到每個人的手裡 讓王牌家族彼此之間平分 這是要公開的嗎 你以為呢 小童三年了 是在這兒看 不是發微博嗎 現場看 不是我們結束彼此不再相見 然後再發個微博的那個打分表嗎 當場亮牌 我能重新寫一份 這個是賈鈴給騰哥打的分 魅力值不合格 幽默優秀 反應不合格 默契不合格 體力不合格 本季的高光時刻那全程都是高光 需要改進的地方 少說點話 比太斯文 魅力值沒有很差 如果有很差 我都能給你打很差 行 下一個是花花 你看人花花 對 後邊有個跨胡 畢竟是曾經的校草 魅力值優秀 幽默值優秀 反應力很一般 默契度優秀 體力 副粉 副粉 本季高光時刻掉假髮 需要改進的地方完美 你瞧瞧 完美完美 未來可欺 冠恒 你看人 小童的細節 後面寫 沈騰哥 背評人 沈騰哥 那是 魅力值 哥這好像是改的 先開始是不合格 小童我看你好像也是改的 後面好像改的 拿土改也改了 都是優秀 都是優秀 完了體力是 一般默契度 不真實的內心也是 不合格 不合格 高光時刻掉頭髮 咱倆說的一樣 聲槓 單槓 單槓 單槓啊 單槓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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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記錄一點八八秒 好牛啊棒 好牛啊棒 然後 撐起整個家族 確實累 爸他不要再犯困了 多一些擔當 成年人該有的樣子 好真誠啊 OK 挺好打得挺好 賈雷來看看 花花 哎呦 來來來 可以唄 最後這句話可以唄 希望 林姐今年能夠實現休息計劃 哎呀 好好休息一下 然後你看現在票房也這麼好了 也該歇歇了 就是覺得 該給別人躺躺地兒 來吧該你了 花花叔叔 本季的高光時刻玩樂器 玩樂器 玩樂器那天真的是 需要改進的地方 別光玩樂器 小童呢來 是我的 她本季的高光時刻是主持 張一行表示 人樣是行 幹一行行一行 一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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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幹哪行都行 一行不行行行不行 行行不行行行不行 行行不行幹哪行都不行 行行成那行 你說我說的行不行 小童絕對是被演戲耽誤的主持人 然後她需要改進的地方是轉號 我們都覺得是主持那段 小松弟弟自己告訴大家 這是小松姐的 為什麼默契都不合格 默契都不合格 就是因為你現在還沒有主動幫我多分擔一點 希望下一季改進 真的是大魚吃小魚 小魚吃蝦米的家庭 小松聽完這個哥哥姐姐們 對你的這個打分之後 有什麼想說的 我覺得 生活化一點來說就是 感覺參加王牌像一次高考 然後每一次都特別緊張 就到後面越來越熟悉 越來越放開 就是感謝這個節目 給我這一季的成長 謝謝